我是Gonna 我想我应该毕业在1982年那一届 但因为时间已经太久了 可能我已经忘记了也不期 但林湖始终我都不会忘记 因为我们这个母校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 我之后的人生 其实都有很多是在学校学回来的 比如说呂童军 呂童军能够教了我很多关于纪律上的东西 也可以使得我有自信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在我的字典里面 是不会有困难的这两个字 因为呂童军也是教我们 遇到任何困难 我们可以用正面思想去解决 不需要害怕 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这就是母校给我最重要最宝贵的礼物 使得我最有印象和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我能够成为呂童军 呂童军很好 它对社区是做很多的服务 不单止对老人家 对年轻人甚至乎对小孩 我们也做过一些计划 可以使得很多年轻人来玩 也带了很多欢乐给他们 其实他们欢乐的时候 相对来说我们都很开心 虽然准备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看到他们开心的时候 我们都很开心 就是因为这样 我能够学到 我们不单止在社区里面 我们是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会拿到回来的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也是要付出 付出也是一个福气 一个福分 呂童军可以教我这件事 在日后我的人生里面 我也是不单止在我的工作上 得到我的满足感和成就 相反来说 我也是需要为社区付出的 所以我也会有很多 社区慈善的活动 我也是会做的 这个也是林湖和呂童军 啟發我的 在林湖的生活里面 有悲也有喜 那和人相处 考试 这都是每个学生 会遇到开心还是不开心的事情 那说真的一句 没有考试的话 我们不知道自己 有什么不懂的 考试的时候 我都试过会拿很低分 低分当然不开心 不开心都没办法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知道 自己是有哪一方面的不好 那就去克服 站起身 下次的考试成绩 就可以得到高分了 人生都是这样 我们面对所有的失败 只要不怕跌倒 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们站起身 再做就一定会成功了 在林湖里面 因为我参加了呂童军 其实取呂童军 大家都不要忘记 其实我也做过班长 在这两个项目里面 我也学到 如何人与人之间相处 以及我们要有和谐的气氛 才能够处理所有问题 而在林湖里面 因为除了我做班长 以及做女童军 这两个项目以外 其实有一些社的事项 其实我也有做过 但是做过 我是绿社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我想应该还有在 好像我也是做过 在这种种项目里面 使得我 知道了 做一个领袖 是要怎样 我们不单止 其实是需要发挥到 每一个人的长处 还要有很强的组织力 我们才可以成功 这就是在我学生阶段里面 能够学到的事情 使得我出来做事 亦都很容易可以掌握到 这方面的技巧 其实在毕业之后 都没有完全想过 要做些什么 都是一个傻瓜 但是原来在工作上 发觉我在学校 学到的 与人相处的技巧 是帮了很多 甚至乎 其实当时 其实我不是找到 很多钱的时候 都发觉原来 在每个月里面 我能够将我的薪金 捐献一点点出来 都很开心的 这一件事 我发觉就是 临护可以给到我 因为当时做Girl Guide 其实我们多数都是 叫做出外去帮人 去做事 是获得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 我是比受众者更开心 所以在出来做事之后 我都不断 有很多的前世工作去做 但当时当然是小规模一点 在我整个工作的过程 甚至乎直至现在 都没有忘记 用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人 其实我永远都是记住 其实临护精神 是要服务社群的 作为一个企业家 我不敢说我是很成功的 因为人永远都是需要进步的 但是我认为 作为一个企业家 我们不单止 只是懂得赚钱 因为赚钱是没有意思的 在户口簿上面 多几个零 那又怎样呢 但是我们能够把赚钱回来 服务社群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都要记住这一点 很多谢今次临护的邀请 我都希望和各位的师弟妹 说一声 Hello 你们好 我不知道是否说错了 临护精神服务社群 但是在我的年代 绝对是正确的 我相信现在你们都是 不要计较自己得到多少 最重要是在你能力的负担下 你可以为社会做到多少 因为你为社会做到多少 其实社会一样是会给你的 你是会得到更多 更多 这个就是临护教我们 一个正面的想法 是可以帮到我们 处理所有所有问题 千万不要介意付出 记住千万不要介意付出 林沪人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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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